游客在举世闻名的滑雪胜地 瑞士来森尽情享受冬季运动乐趣 没想到越往山脚滑 却从整片白雪变成这细成的雪道 不只瑞士整个欧洲受到暖空气盘踞影响 各国滑雪胜地几乎都没积雪完全一片绿 瑞士以人工造雪 70条滑雪道只开放16条 克罗埃西亚等年度滑雪赛被迫停办 北马其顿旅客简直不像滑雪像登山 西班牙南部马拉加已达夏天标准 摄氏20度 当地已经出现不少专门来晒日光浴的游客 欧洲人期待的冬天 现在完全出现在大夕阳的另一端 美国民尼苏达州过去24小时降下25公分积雪 造成航班延误 伊利诺州还有民众拍下巨大龙卷风 清洗风力发电厂瞬间 当地梅肯郡36小时内就出现六次龙卷风 以南的肯塔基州则是因为龙卷风与融雪 双重夹击引发洪水 密西西丙河下游地区也已发布淹水警报 气候变迁正让美国的冬天出现各种极端天气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